日本這核污水一排 亞洲各國風搶海鹽 台灣秋刀魚親願意首當其衝 知其大賣場一看不得了 賣鹽巴的五層貨架上 全都空空如也 比當初搶蛋還誇張 明明台鹽保證不缺鹽 但民眾照樣搶光 前年被搶光了 加肉湖那邊差不多了 那我昨天也去買海鹽 買好多 我怕那個會污染 趕快買起來的話 而就算核污水還沒有飄過來 對比賣場裡的秋刀魚 買到快要跳出來 就是沒啥人買 應該是會吃一些養殖魚吧 台灣自己養殖魚 日本排放核災變水 日方說致癌的川漢斯 國際原子能總署 已經說沒問題 但卻傳出這種事 專家爆料 日本不想花十倍的價格 蒸發掉核污水 但這核災變水排到海裡 確實有問題 日本的福島電廠當初因為發生過 如新融毀 其他62個核種都被有效的濾除 那唯一沒有辦法過濾的川 川它刺化的是Beta粒子 那萬一吃進肚子裡面去的時候 對於人體會不會造成影響 從大陸南韓到泰國 不是抗疫就是制裁 偏偏我注視代表謝長廷 竟然說微量的放射性元素 就像北投溫泉 對身體反而有液 萬有炸鍋痛批 日本污水這麼健康通通留給岸田文雄 和謝長廷喝水洗澡啦 蔡政府過去罵核電油輻射如新花 廣州台北報導